西北市中和區一間素食店前 昨天發生當街掳人案 警方獲報之後引車追人 在一個小時內在汽車旅館 抓到了誤明嫌犯 事後調查原來雙方都認識 被害人先前偷偷備份 主嫌家中的鑰匙 在前屋內偷走毒品跟現金 結果被抓包才會遭人掳走痛 黑色休旅車停在路中間 好幾名黑人下車後 在素食店前強壓被害男子上車 當街壓人嚇壞了目擊民眾 趕緊打110報案抓人 援警以車追人 趕到壓人的汽車旅館 恰巧在屋外撞見了一名嫌犯 隨後進門將其他四人壓制在地 此時被害人手腳已經遭上鎬 嫌犯還準備了西瓜刀跟球棒 準備進一步淋虐 援警要是再晚一步 他恐怕小命不保 頭要定 頭要定 當街壓人就發生在新北市中和 警方事後一查原來雙方都認識 被害人理性男子還時常跟嫌犯買毒品 而他日前以出入方便為由跟嫌犯借鑰匙 私底下卻偷偷打了一把悲憤 在趁著嫌犯不在家時潛入屋內 偷走了安非他命以及兩萬元的現金 嫌犯發現後 警覺竊賊在身邊才會當街賭人 痛歐邪憤 主嫌他要報復這個理性的被害人 那在案發地點 趁被害人下車購餐之際 就上嫌犯案 火速於一個小時之內 就將這個 成功的將這個被害人 從拘禁的處所救出 主嫌在內一共五人被譯傷害恐嚇等罪移送 而偷走毒品的被害人 也被譯竊盜罪 以及毒品罪嫌送辦 這下也不得怨天尤人 也只能怪自己手腳不乾淨 換來一身傷 記者成長楊文豪 新北市報導 記者成長楊文豪